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剛才一路做研究 一路發現一些很驚人的訊號 就是說對上兩次升完之後 小火子現在還有8萬元 是否又會有回調呢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對上兩次都是沒有回調 對上兩次過完ALL TIME HIGH之後 都是沒有回調的 小火子中間會去到多少位 為止停一停呼吸 給大家上車或者給大家 會有一個回調的情況 都是十分之累近的 亦都是說 十二月可能會到十萬五元的跌體 真的很瘋狂 即是說今天跟他們說八萬元 過幾天跟他們說九萬元 下個月就是十萬元 好像很夢幻或者很crazy 但其實歷史已經出現過了 無言論是玩過和未玩過都知道 比特幣是這麼大的波幅 即是慘的時候很慘 升的時候又追不及 錄影時間是2024年11月11日 十一點 五十一分 嘩很有趣 我差點十一點十一分講的 那麼 TOPIC 十二月十萬元的一些印猶 為何這次升那麼多 很多人都說 為何會升那麼多 追不及 特朗普升而已 特朗普上任而已 又沒有那麼誇張 他說完都未必會實行 很多事情在之前的一些歷史都實行 都沒有說過 即是說說過就算了 在競選的時候 究竟今次是不是這樣呢 還有呢 BTC兩個爆升原因 三大的潛在爆發點 還有呢 這幾天都有些很強勢的幣 包括是 整個市場什麼為強勢 有些升10% 或者20%就叫弱勢 升30% 為一個普通的 升什麼為強勢呢 一會兒會 可能會 會員部分再說 還有呢 終極的賺錢 都是講講All-Coin Season 還有呢 不要氣餒 即是有些人說 我的幣不太行 這個時候 每個都升這麼多 我的幣升了十幾 20% 之前跌到全L 現在還要怎麼夠呢 一會兒講講 這裡很重要 即是 每個話題講 快講 想短一點 也想精華一點 這條片分開 二四六八十個 BTC Updates 兩個爆聲原因 三個爆發點 存在的 強勢幣的一些 看法 以及Cedify 這個項目 亦都要參與 因為呢 未來的山寨季 即將到來 昨天十一月 最重要的 可能會講兩句 目標價 可能直接講這裡 有些人說想聽這裡 多一點 但都有一個了 所有的影片 都是叫做 Patreon優先十二十多獨家 以及昨天說錯了 課程其實是二六八 原價二六八 然後呢 如果你有曲的話 就變成了 除二 Patreon方面 四元一日 即將沒有 那次即將沒有 所謂的資訊 都是在中極牛市 最值得聽的時候 去做的 哈哈 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每天花很多時間看這些 你覺得 是否最重要是幫不幫到大家 賺錢 如果你說中極牛市 十幾二十萬的 那些新集會 可能升幅更加驚人 都未定 希望呢 你會否認識到一些好的新集會 一會再說 以及入市位是多少 還沒有入市階段 下一個的 一個叫停頓 是哪個位置呢 以及屬於Aptos Base的細幣 都要留意 即是這些鏈上面的 project 它下面的protocol 都升得超厲害 大家一定要留意 以及 等它回帖的時候 都要入的了 隨便入一點都可以 入最大的TVL都可以考慮 一會再說 第一部分 BTC的技術分析 已經完全失效了 BTC的RSI MACD MACD 是可以的 但這個叫做 RSI 已經升完海再升了 已經三次了 但也不要掉以輕心 現在告一次 即告到六萬八七萬元 就一次超賣了 兩次超賣 三次超賣了 但少了之後 超賣多少次為之 會危機呢 對上一次兩萬多元 升上這個七萬元 是測試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之後呢 才有回調的 再一次 這個位置 RSI 到了這個 兩萬元 但這個位置 一次兩次 三次 四次 當這次五次 才到頂 所以現在有點失效 但不要少看RSI MACD 不要少看 因為這樣三入圖 是像樣的 雖然RSI 好像不能預測到頂 但 MACD仍然可以 當小亡交叉 出現 就是一個終極危險期 我會將這個 叫做 離場的十八個指標 放在課程中 讓大家好好溫習一下 最重要就是 現在仍然是on track 仍然是黃金交叉 裡面 所以 升完可以再升 還有呢 現在很強的地方 就是 那次流動性下跌 那次 流動性不英俊 都做到這個情況 你就知道 這件事 由什麼所 Drift Fund Drift Fund 就是所推動 完全不是因為錢 之前我就說 錢是一切 但是如果那件事 有一些 名人加持 國家級加持 就不是這樣說 就是說 全世界香港沒有銀 但是如果有人說 我們 Elon Musk 來香港製造一個基金 你就說 糟了沒有錢 都要借回來買這個基金 實在炸 之前少了 很厲害 這些人很強 類似於這樣 就是說 全世界沒有什麼流動性的 資金上升的 甚至沒有聯儲 都說減息 都沒有印縮表 沒有礦表的 沒有印錢 都有這樣的象徵 如果到時抗表 或者叫做 夏天減多兩三次來的時候 那個情況會大大 的crazy 比上兩次的 叫做 規模更大的 那個牛市 所以 RSI失效期 但是 失效期大概 不要掉以輕心 現在三次 四至五次 就很危險 就是說 碰完頂再碰頂再碰頂 或者甚至乎 有個逆向 就是RSI 什麼而言 逆向就是 現在正向的 那麼如果這個 繼續升 如果這個RSI一直跌 就非常之危險 就好像上次牛市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一直跌 很危險的 RSI不停升 就是危險狀況 現在沒有這個狀況出現 現在仍然都是同步進行 同時間 這個掛礦成本 都是在做八萬三的 八萬三 和八萬一 已經沒有差距了 小火箭 沒有差距 就是代表 最後階段 我一次 當藍色線碰到黃色線 再等多大概 我遲點會出一段影片 放在課程中 大概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三月 大概三月之後 黃色完全突破了藍色之後 到了終極牛市頂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 差不多是三月到十二月 差不多是九個月左右 即是九至十個月左右 就見頂了 再對上一次 這個也是 黃色線完全突破了藍色線之後 一年 真的很瘋狂 一模一樣 一年之後 一年戰爭 好笑 0079 就是這個 比例是0.34 我會一直捕捉著 留意滑礦成本 而且滑礦成本 會微微向上 小火箭會微微向上 微微向上 就是什麼暗示 微微向上 代表中極牛市 比例是一 如果中極牛市是0.5 同時滑礦成本又高了 你的高頂的跪跡也會上升 我會計算數 到十二月